哈喽,大家好呀,我是陈希莎嘛,今天陈希要给两位小镇重要嘉宾分配对象了 说起这两位呀,那就很搞笑了,这俩人也不能说完全是人 这俩吧,他们呢,是金身银身打造 但是他们却在下水道里面过日子,徒有一身壮丽桃红,却过着老鼠人的生活 小伙伴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两位了吧 对了,他们就是下水道的金银骷髅怪 与他们配对的正好是学校三楼的两个石像 这个红像我陈希今天签订了 现在去下水道把这俩请出来吧 哇,他们还给我准备了礼物啊 那我就名为其难的收下吧 嘿嘿 你们俩跟我来吧 对了,还得把时间调到晚上八点 不然那俩雕像是不能出来的 喂,你们别打我啊 这么着急的吗 先给银色空洞分配对象 nice,白雕像复活了 再去给金银骷髅分配对象 但是分配完了你们怎么相处我就管不着了 哇哇哇哇 这四个怪物也太凶了吧 嗯,是我给你们分配的不满意吗 怎么能过个拆桥吧 哦,我知道了 不是,是金骷髅喜欢白雕像 银骷髅喜欢金雕像吗 哎,跪圈太乱了吧 我再回去看看是不是这样 哦,果然是这样啊 银骷髅跟金雕像走在一起 金骷髅跟白雕像走在一起 原来他们真是不满我的分配啊 哎嘞,怎么来了俩正义人士啊 他们开始战斗了 哎,但是银骷髅你追我干嘛 是不是因为我发现了你的秘密啊 我们现在把银骷髅消灭了吧 这不是抬举的家伙 不是吧,我没看错吧 金骷髅竟然在和白雕像并肩作战啊 真是神奇啊 好了,现在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顺便也把我的任务完成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打算 跟他们牵红线 我的真正目的 就是完成这俩任务 要是真给他们牵红线 也是正义人士的红外线 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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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